台中47岁林小姐几乎崩溃 全都是因为这张实务银行通知书 林小姐表示十几年前离婚后独居生活 日子还过得下去 后来被诊断出罹患心脏病 几乎花光积蓄 她只能靠帮忙清洁打扫赚取微薄薪水 今年3月以每月4500元成租西区一间套房 租约为一年 上个月向社会局申请食物银行 11月25日收到通知书 表示她不符合资格无法领取 但信件却只用一条胶带粘柱 轻轻一捏两侧 里头资讯都被看光 林小姐质疑信件都被看光就算了 隔没几天就收到房东不续约通知 林小姐认为房东就是看到信件内容 担心她付不起房租才会要求她搬家 她向食物银行大理店反应 对方居然回复 对此房东受访澄清单纯不续约而已 社会局表示 向食物银行提出申请后 承办单位会到府房市 但多次联系不上林小姐才会审核不过 至于信件通知方式将会改进 这个月起已由信封装迹 地方中心台中报道